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著 不會是一年 兩年 五年 要等很久 那也恭喜陳宇勳 不知道這顆球會不會特別替他留下來 在今天這場比賽也見證到一個紀錄的產生 這顆球就是剛剛陳宇勳回來 隊友陳靜特別交給他 那他是暫時交給陳宇勳 在特別出來接受現場科登誇 其實我覺得在台灣的棒球 也慢慢要有這樣子的一個文化 走大力魔路線 過去真的很少遇到這種情況的 在把選手叫出來 接受球迷歡呼 所以剛剛陳宇勳在出來 現在要輪到今天打得最好的周董 周思琦 直接攻擊第一球 又是找到了楊冠威 但球沒有撿起來 又是一個比較要命的失誤 出現兩次 Nice Play 的楊冠威 竟然出現這種比較離譜的失誤 以為球有撈起來 但事實上是沒有 自己都不知道 這個真的很少見 這是他的角色的定位 又擠壓到了 這雷雷手 沒有接到球 發生什麼事喔 王以辰應該是第一步做完之後 他覺得要趕快去踩雷 但是他第一步就沒有做好 他沒有把球接近手套 這個時候復發漢 這樣在八局下半又出現失誤喔 他沒有接近手套 他自己也沒有發掘 所以他會往地雷跑 他以為他接近去了 結果他跑了一步以後才發現 那投手一直看到 是要去幫他撿球 那如果投手有去補位 說不定他也還有機會 喔 這一棒拉到左衛方向 泰龍的甩棒又來了 這一球打在牆的上面 結果泰龍現在才開始加速 變成了一個遙遠的一雷安 可是那天的傳球出現了狀況 再送他一個雷八嗎 泰龍安全上到二雷 這個滿戲劇性的 一波多折喔 泰龍終究還是上到得點圈 比較高了 他速球真的是很會打 跟他逮到大概 就是滿有機會是留不住的 他打到最高的地方 打到橘色的標線那邊 這一棒找到了二雷 打到打者出局 再見的 中打者 中跑者出局 這也很罕見耶 這個球是直接打在 跑者的身上出局 這樣的再見出局方式 要怎麼講 再見比賽 比賽結束 滿罕見的 然後這個是防害守備 然後 可是打擊的 這個領生要氣沾打 但是打在你的隊友身上 那就是出局數啊 今天這項比賽 這兩天下來 不管是拉鋸 或者是今天也比較有落差 但是打在這個陳子豪的腳上啊 反而是這樣子結束比賽 那就是再見的 妨礙守備 對 這一個外角球 主持人給壞球的話 那就不用傳 因為是一個寶送 那是不是剛剛在準備的真傳聲 要上來帶跑了喔 幫龍隊這邊擠出雙殺喔 嗚嗚嗚嗚嗚嗚 趁機偷襲 這一拳 直接打在林志森的肚子上 剛剛中間一度有點頭暈暈的 這個球打在中左愛方向 不過中愛守 哎呦 又要車禍喔 哇 哇 可是真的球場很吵 對 我其他更激烈的我就賭不出來 我先喊的 高了 但是要看這個距離 我們能再遠一點呢 哇 在警戒區前面 欸 碰撞 碰撞還是有接到最重要 這個真的畫瞎還是要講好的 沒錯 沒有出狀況 結束了這一個半局 待會兒來看九局上半 插棒 這個煙火放太快了 按的忍不住啊 就是插到球了 比賽還沒有完啊 其實有時候還是要忍一下 確認之後再按 小跑鏡頭笑出來 對 那個有沒有備用的 果然已經噴掉了 揮棒出去 外野的飛球沈浸 掌握出了落點 再劍接殺 結束了這場比賽 哇 黃子鵬呢 還是順利的 在隊友支援下 收下了本賽季的第二場勝利啊 那在樂天這邊呢 也終止了 那近期的一個二連敗 繼續呢 佔據聯盟第一名的位置 都蠻會打的 那在牛棚是有右頭手 江國豪在做準備 他這個準備的球 到底是投不投啊 還是不動 這是 堅持不投 他是電視上的問題 還是他自己不動 他現在不動 他不動 那我們就一直拍他 那我們也只能撐到比賽開始 真的蠻有趣的 那他為什麼不動呢 這是大家的想法嘛 神秘 神秘 OK 所以現在是手臂要去做更換 嗯 整個手臂要去做一個異動 看到余森旭 現在要來守遊擊 因為要避免遊擊的傳球啊 今天莊偉恩 其實兩次寄到失誤啊 可能一次是 也是這種傳篇的情況 不過那一支是安打的 對 那個球處理是比較難的 沒錯 但他傳得太高了 所以不永遠上到了兩關 好那這邊呢 也來做代打啦 代打的是要派上的是 藍英倫 那統一師前一次的出賽 已經是5月22號 在鐵母球上 對象衛泉龍 今天是5月31號 所以超過了一個禮拜 好像在這一局 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對 就是這個大水椅的一個干擾 讓郭俊麟有點 不是那麼自在 但你說要因為這個關係 而比賽暫停 我敢 我個人是沒有看過 所以今天的量確實是 稍微多一點 對 我覺得他今天的量 真的稍微比較多 嗯 所以有跟主持人去反映一下 對 我個人是有跟主持人去反映一下 對 因為投球的時候 都多少會受到一些干擾 對 尤其是這種臉 眼睛啦 耳朵啦 那現在有什麼方法去幫助他嗎 哪個毛巾上來簡單的擦拭一下 今天真的是 今天量真的比較大 這部書還以為是今天富邦的蟲蟲主題日 你能找到這麼多來也不簡單 哈哈哈哈 現在很多YouTuber也是這種昆蟲系的啊 羅昂有啦 現在他下場的時候也開始在播 對 蘿莉倒是不為所動 對 有啦有啦 他說 在81天就9年了 他早就已經看了 在81天 今天是Day1 對啊 就9年了 什麼什麼 台灣什麼場面都沒看過 呵呵呵 我是閃莉 最近發生了一些事情 讓我開了一個新頻道備用 如果你希望未來持續看到 我產出影片內容的話 就拜託先去訂閱一下吧